大家好,我是菲莉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上帝引領前面的腦》 《全心節》是在約翰福音十四章三節 經常記著說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地方,就必在內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今天的訊息是 感謝上帝,我們將跟祂同住和永遠敬拜祂 在恩老師課室裡的每一個人都很期待著去這個班級旅行 一定會很好玩的 答文細細聲的跟祂的朋友得理說 我知道,得理也很興奮的回應 但你,爸爸媽媽在同意書上簽了名沒有? 你記得,恩老師說過如果沒有簽名就不能去 班級旅行的那一天,所有人都在課室裡集合 這是同學交上家長同意書的最後期限 就是這個時候,答文才發現,哎呀,他忘記了準備這件事 他唯有留在課室裡,看著其他同學乘車出去玩 唉,他一定很失落 這樣的事亦發生在摩西晚年的生活 藉著上帝的引領 他提醒他們所有上帝為他們所成就過美好的事 他提醒他們上帝對他們的生命有美好的計劃 你們當紀念上帝,敬拜祂 你們就得以長壽 摩西寫著 但是如果你們的心轉來上帝,敬拜其他的神 你們就不能在這土地上活得長久 摩西放下手上的筆 出到外面跟以色列文說話 我已經一百二十歲了 他說,我不能夠再成為你們的領袖了 上帝告訴我,我不會跨得過若旦 我不會進入加纜地了 以色列人很沮喪的,你眼望我眼 摩西應該不是這樣的嘛 沒有了摩西,我們怎麼辦 他們應該怎麼辦 上帝會在前面引領你們 上帝已經讓若書雅成為你們的領袖 摩西繼續說 你們一定要堅定你們的信心 不要害怕 然後摩西吩咐若書雅站在他身邊 他把手放在若書雅身上 你將會是引領以色列文進入加纜地的人 你會看著他們住在上帝所應許的土地上 在前面的最後一年 單單單地侍奉上帝 大家安靜地聽著摩西讀出 摩西對以色列文說了最後遺言 你們一定要順從我今天交給你們的戒命 他狠切地說 要時常對你們的小孩子說述 好讓他們都忠心地 信服上帝的教訓 這些不是虛空的說話 這些是你們的生命 就在同一天 上帝讓摩西去到尼波山 上帝在那裡和摩西度過了一個很特別的時間 他要鼓勵摩西 就在摩西死前上帝讓他看了應許之地 聖經說摩西看著這一片的土地 從最北邊的旦去到西邊的海岸 還有南邊直到那張成為尤大之地 摩西就死在山上 他就如上帝所說的安長地過世 但是摩西並沒有一直留在墳墓裡 很快上帝就將他摺到天上 永遠住在那裡 直到今天摩西都在那裡 在以色列 再沒有像摩西一樣的先知 上帝對他有特別的計劃 上帝對我們都有特別的計劃 感謝上帝我們會永遠和他在一起 永遠敬拜他 擔心 王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